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普京访问朝鲜 俄罗斯与朝鲜即将签署的新条约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报道 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计划签署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协议 可能涉及防务合作 这一举动引发了美国等的国家的关切 尤其是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传闻不断 除了普京的访问 俄罗斯军队也在西太平洋和韩国日本附近海域举行大型军演 这次军演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 参加演习的有数十艘军舰和多架军机 这一动作被视为俄罗斯在敏感地区展示军事力量的最新举措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军力较量 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进行勇敢直顿2024联合军演 而中国则罕见的将三艘055型万吨大驱部署 在南中国海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 并为其未来执行 海警三号令座 后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普京访问朝鲜两国即将签署的新条约受关注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总统弗拉底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星期二6月18日抵达平壤 对朝鲜进行一次国事访问 按照俄罗斯官媒的说法 他将与朝鲜签署一项扩大双边合作的条约 俄罗斯塔斯社TES 报道说 普京已经决定要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签署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协议 报道没有谈及协议的任何细节 不过此前塔斯社引述普京 一位外交助手的话说 协议很可能涉及防务事务 星期二稍早 普京在朝鲜官媒发表的一封信中誓言 要与朝鲜共同抵御制裁 并扩大双方 多方面的伙伴关系 普京在信中表示 两国将发展 不受西方控制的 贸易机制 并且共同反对非法的单边限制 俄罗斯长期支持朝鲜 尽管双边关系时有起伏 但是最近两国却找到更多合作的理由 特别是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官员表示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 用于乌克兰战场的 11000个集装箱的弹药和弹道导弹 但是即使越来越多的独立观察家 记录到袭击乌克兰部队的朝鲜武器 朝俄双方仍否认两国间有武器交易 莫斯科和平壤很可能继续否认违反国际法 但是已经明显地 从隐藏非法活动转为炫耀双方的合作 首尔黎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李雷夫 Lif-Erik Gisley说 防务关系 美国官员对俄罗斯可能向朝鲜提供先进武器 或协助集合计划表达过关切 去年9月 金正恩在访问俄罗斯西伯利亚几个军事基地 查看多款先进的俄罗斯武器 包括一处现代化的卫星发射场之后 这一关切变得更为严重 虽然朝鲜最近一次卫星发射 显示出俄罗斯协助的迹象 但是分析人士仍在就俄朝防务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 进行辩论 因为俄罗斯通常不与别国分享 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这两国并没有持久的联盟机制和价值观 他们只是为了抵御国际法和惯例的实施 而权宜地走到一起 李雷夫说 条约历史 分析人士将对普京和金正恩签署的任何新条约的措辞 进行仔细推敲 目前与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包括越南 蒙古 以及一些中亚国家 前俄罗斯外交官 格奥尔基 托罗拉亚 Georgie Tolaria 认为虽然这些协议构成了俄罗斯 最高级别国与国关系的基础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达到同盟条约的高度 我不认为这项条约会包含直接要求提供军事援助的条款 但他肯定会为想象提供军事援助的情况留下空间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朝鲜和苏联在1961年曾签署一项友好互助条约 其中包含了在紧急状态下自动进行军事干预的条款 这一条约在苏联解体后被废除 两国于2000年签署了一项新的条约 但是条约聚焦的是经济而不是军事事务 根据普京助手有理 乌沙科夫Yuri Ashikov的说法 金正恩与普京正在谈判的条约将取代之前所有的双边条约 面对障碍 如果普京的信有什么暗示的话 他的朝鲜之行很可能聚焦于扩大两国间的经济关系 包括加强与教育文化和观光相关的交流 但是这一计划却面临联合国安理会 禁止与朝鲜进行广泛经济交流的决议这一障碍 俄罗斯虽然表示不再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 但是尚未正式宣布将停止执行这些制裁 俄罗斯因此可能寻找他认为存在的漏洞 来推动与平壤的合作 这甚至包括在受到联合国制裁的领域 例如朝鲜劳工在国外赚钱的问题 曾经担任监督对朝鲜制裁情况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 托洛拉亚举例说朝鲜的信息技术专家 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远程遥控工作 从技术上讲并没有从国外得到收入 俄罗斯今年稍早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实际上废除了这个联合国专家组 这也是他单方面破坏其一度支持的 联合国制裁机制的一个令人关注的行动 朝鲜要得到什么 今年稍早辞去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 特别代表一职的金剑 Kim Gunn指出 对金正恩而言 普京的访问意味着提升其国内执政的合法性 特别是在朝鲜与其主要经济援助来源中国的摩擦 越来越公开化之时 朝鲜人对此感到紧张 因为他们的经济99%依赖中国 现在已经成为韩国国会议员的金剑指出 金正恩的答案是说 别担心我们还有俄罗斯 金剑还认为金正恩很可能 还希望普京的访问 会让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上 取得筹码 创造一个俄中争相获取朝鲜好感的局面 不过金剑补充说 俄朝鲜关系很可能是一场权宜婚姻 而不是苏联时期的盟友关系 俄罗斯不是前苏联 金剑说 而且俄罗斯正在与乌克兰打仗 他们将所有的力量都投入战争 俄罗斯也没有多少精力来与朝鲜做任何事情 加洛 William Gallo是美国之音 VOA 驻首尔记者站主任 东亚地区事务记者 普京访问朝鲜之际 俄军开始在西太敏感水域搞大型演习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军队将从周二 6月18日开始在太平洋和韩国与日本附近海域 举行为70天的军事演习 参加演习的有数十艘军舰 这是俄罗斯军方最近接连在敏感地区 采取的一个新的动作 这次演习安排的时间正指俄罗斯与日本和韩国紧张关系升级之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朝鲜的访问也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 越来越多的报道称 俄罗斯与朝鲜之间关系发展迅速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炮弹 为俄罗斯军队夺回乌克兰战场的控制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次军演的地点是太平洋日本海和位于俄罗斯远东海岸 与日本北部之间的厄霍茨克海 参加军演的有四十多艘军舰和补给船和大约二十架军机和直升机 法新社说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有一些军舰和潜艇 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所在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出航前往西太平洋 法新社引用俄罗斯国防部的话说 海军官兵将演练反潜行动 海上舰队的防御对假想敌舰队的联合导弹打击 针对无人机和无人攻击的训练 并进行一系列实战训练和战斗演习 俄罗斯通常在其远东地区海岸附近的太平洋水域进行军演 以展示其海军力量 西方国家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保持高度的警惕 就在这次俄罗斯军演之前 俄罗斯海军的一艘核动力潜艇等四艘军用船只进入 与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非常接近的古巴水域 这四艘舰船包括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喀山号核动力潜艇 帕辛院士号邮轮和尼古拉齐克尔号救援托船 俄罗斯舰船在6月12日抵达哈瓦那港口 对古巴展开为期一周的真实访问 美国与加拿大海军对俄罗斯的这个行动非常敏感 美国海军的海伦纳号USS Helena快速攻击潜艇 立即进入古巴关塔纳摩湾 关塔纳摩湾是美国的海军基地 位于哈瓦那东南约850公里530英里处 加拿大海军的 马格丽特布鲁克号HMCS Margaret Brooke 巡逻舰紧随其后 于6月14日抵达古巴 对俄罗斯军舰的动向进行监视 路透社引用一名没有提供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 我们一直在密切跟踪俄罗斯军舰的行动路线 这些军舰或潜艇根本不能对美国构成任何直接威胁 美国官员告诉CNN 美国军方部署了军舰和军机 监视俄罗斯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军事演习 并在俄罗斯船舰通过大西洋前往古巴期间进行了跟踪 参加跟踪的美军舰船包括 特鲁克斯顿 USS Truxton 号驱逐舰 唐纳德 库克 USS Donald Cook 号导弹驱逐舰和海岸警卫队的第九艘传奇级巡逻艇 Askeekstone 此外还有一架P-8海神侦察机跟随俄罗斯舰船进行监视 俄罗斯和古巴是前苏联时期的亲密盟友 1962年 苏联因在古巴部署导弹 而引起了一场震动全球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对苏联这种将导弹部署在美国后院的做法非常恼火 要求苏联撤走导弹 但遭到拒绝 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 不惜发生核战争的风险 向莫斯科发出了最后通牒 最后莫斯科方面屈服 同意将导弹撤走 并接受美方登船核实 连解体后 俄罗斯与古巴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美中在南中国海军力较量 盟友BS万吨大区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及其盟友在南中国海进行 勇敢直斗2024联合军演 之际 中国十分罕见地将三艘055型万吨大区齐聚部署 在南中国海 时间点又恰逢中国海警执法程序新规 海警三号令实施 前夕 分析人士说 中国出动三艘万吨大区 是为了传递与美国针锋相对 绝不示弱的政治讯号 展现北京认为 他自己才具备实际控制 南中国海现况的老大哥地位 并为其未来执行 海警三号令作 执法后盾 接连军演 美国主办的 勇敢之盾2024联合 军演18日落幕 接下来 本月底还有美日韩三国首次举行的 自由之任联合 军演 以及29国联合参演的 环太平洋演习登场 展现中国所没有的盟友力量 勇敢之盾2024今年 首度纳入加拿大 日本 法国等国基建参与 部分连演客目 也一致日本本土的自卫队基地举行 强化美国与盟邦伙伴快速反应能力 以共同应对印太挑战 就在美军尼米兹级和动力航母里根号 和罗斯福号在 勇敢之盾分别 巡航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海之际 中国也派出四艘驱逐舰 包含三艘055型万吨大驱咸阳舰 尊义舰 延安舰 以及一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 还口舰 赴南中国海 进行六天午夜的跨昼夜长航时实战化训练 咸阳舰和尊义舰 都是中国海军去年才刚服役的万吨级驱逐舰 另外一艘延安舰 在2022年服役 也就是说 中国现有的八艘055型万吨驱逐舰里 急剧部署在南中国海 中共官媒央视说 南部战区海军的三艘055型导弹驱逐舰 和一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 组成编队 抵达南中国海某目标海区后 展开快速机动 并占领有力阵位 组成综合防御队形 各作战系统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并说舰艇编队演练对海突击 对前作战 单舰防空等内容 检验多项战法训法运用成效 台湾国际掠学会秘书长张明锐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之所以要在南中国海 派出三艘055型万吨大驱 是因为他们认为相对的域外力量 也就是美国的海上兵力相当庞大 军力存在 威慑存在 美国与盟友这边 除了有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和三艘 伯克级驱逐舰 外 还有法国海军一艘护卫舰 加拿大海军一艘护卫舰 以及美军的废 礼号 两栖船雾 登陆舰等 有分析说 这个级别的航母打击群 能够歼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 张明锐表示 为了对抗美国的海上力量 中共出动具有 航母带刀侍卫称号 的055型导弹驱逐舰 其装备的新型防空 反导 反舰和反潜武器系统 可在海上综合编队中担任指挥 与防空作战中枢 是搭配中国航母战斗群的重要水面舰艇 它同时拥有强大的单舰作战能力 可发射多种导弹 包括红旗9B防空导弹 应激18反舰导弹 应激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与8反潜导弹 和常见10巡航导弹 对于防御者来说 是不小的威胁 张明锐强调 有军力存在的地方 便能有威慑力存在 他说 他既然是一个演习 对方也是用演习的名义进来之后 那彼此之间就可以去比较力量 维系老大哥地位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兆威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 这是中国的一种兵力展示 尤其过去中国大量建造051型驱逐舰 那是不到4000吨的驱逐舰 经过30年的经营跟建设之后 中国现在有了现代化 万吨级的055型舰 所以不吝于对内与对外宣传展示 以营造中国崛起的形象 欧赵薇说 他这个大型又现代化的驱逐舰 除了战力强之外 也是他想说 在南海这边来彰显自己老大哥的地位 所以 主要就是要对当地的各国者展现自己的实力 就是说谁才是老大 欧赵薇表示 毕竟不管是美国也好 或者是过去的英国也好 都不是常驻在南中国海的国家 尽管他们的影响力 急于该处的每个国家 但对中国来说 他就处在当地 他认为自己才是南中国海的老大哥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 助力研究员钟志东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如果从时间点来看 中国三艘万吨大区齐聚南中国海的时间 正好是美国 勇敢之盾2024在 南中国海和菲律宾还演训的时间 所以 北京的针对性非常强 他想要透过军事演习展现 与美国针锋相对 绝不示弱的一种示威 表达 这是我的地盘 这是第一个讯号 海警三号令后盾 他表示 第二个讯号 是三艘万吨大区 现身是在中国 海警三号令即将 正是实施的前几天 中国有意借此展现北京才是目前实际上 控制南中国海的力量 并以此作为未来执行 海警三号令的 后盾 钟志东说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把三艘055大区 结合在一起运用 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 他说 可以预期 未来055大区是 展现了中国所谓的近海防御 以及远海护卫的这种战略的一个 很重要的工具 随着中国和菲律宾 在南中国海岛礁议题上的 对峙升温 美军 勇敢之盾2024结合 盟国军演 为盟友撑腰 但中国反制美飞结合的动作 也越来越大 海上相撞 6月17日 中国海警船跟菲律宾船只在 中菲律报冲突的仁爱礁附近 发生碰撞 菲律宾指控中国恶意阻挠 菲律宾的例行运捕工作 强调中国海警的持续 咄咄逼人行为 正在升高区域紧张局势 中国则称 菲律宾非法闯入 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 企图向 非法坐摊军舰运送 物资是危险接近 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 美国驻飞大使出面谴责中国 造成非国人员受伤 船只受损 并阻碍合法的食物饮水补给行动 分析人士说 中国从使用高压水枪 到故意碰撞菲律宾船只 已经时常受到 马尼拉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现在 海警3号令的 实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6月15日正式实施的 海警3号令 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允许中国海警部队 可以在中国自己认定的领海范围内 逮捕涉嫌非法进入的外国人 和外国船只 可以未经审判 拘留外国人30至60天 外国船只则会被扣留 日经亚洲说 菲律宾战略与国际研究所 Stratbase ADR Institute 总裁丁多 曼西特 Dindle Manfit 指出 中国的新规增加了 封锁和延误的可能性 从而使菲律宾向离岛运送补给的任务 变得更加复杂 灰色冲突运用 钟志东表示 海警的运用 是一种灰色地带力量冲突的运用 他 中共 想要把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 冲突的运用法律化 机制化 以及常态化 钟志东表示 但以中共的极权政体来讲 法律是替政治服务的工具 不过 这也相当程度地为中国海警 在执法上面 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正当性 他说 在中国 法律只是参考性 虽然 海警三号令日前 才正式实施 但中国在今年三月时 早已扣押台湾的 一名金门迷航调客 至今好几个月过去了 人还没有回来 所以 中共的海警法要如何运用 完全取决于政治考量 钟志东认为 海警三号令在 实际运用上 中国海警要抓人的时候 应该会非常谨慎 也可以说是 欺善怕恶 他在面对美国的时候 会非常的自我克制 事实上 美军在前几年就曾在南中国海 穿越中国 所谓的十二海里领海范围 以凸显此为国际水道 可以自由航行 中国也莫可奈何 但对于台湾和菲律宾这种 较不愿升高冲突的国家 北京就会采取很强硬的做法 因此 中国这种欺善怕恶的本质 将会在未来海警执法时 充分显露无遗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附属研究员欧赵薇说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虽然运用的是警察 而非军队 但中国海警具有军队的战力跟实力 也就是说 中国在不宣战的情况下 就可以用执法的名义 去做驱赶甚至逮捕 比如 中国在5月实施 2024年度南中国海地区的禁役令 期间长达4个月到9月才会结束 这将对南中国海周边 以捕鱼为生的渔民 造成相当大的生计影响 有效管理 台湾国际略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表示 虽然中共在执行海警法的任务时 将不可避免 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应 区域紧张 也会随之升高 但中国用海警 而不是海军下去执法 可以达到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 的不诉诸武力 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 和管辖全争议的承诺 并有效管理目标 如此一来 中国对东盟的承诺 以及非武力手段的克制行为 可能对中国的形象有所注意 张明锐并表示 美国从今年4月份以来 加大岛链内部水域同盟 演习的频率与力度 尤其针对日本海 东中国海 南中国海 形成联动 是与一体式的海上军演 展现美国对盟友承诺的支持 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 但与此同时 美军也与中国解放军 保持海上活动的沟通与理解 避免误判 才能让看似不断升温的 南中国海冲突 又对因为美军海上力量的存在 而获得控制 不致上升至武装冲突 他说 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 与军事演习 所想要达到的设想目标 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符合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 确实赖之不易 中国高调纪念 黄埔军校百年 分析 搅供史实尴尬 统战效果见衰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华民国陆军官校 在台湾庆祝建校百年之际 中共6月17日 也在北京 广州等地 高调纪念 其位于广州的前身 黄埔军校建校百周年 并邀请台湾退役军官出席活动 对此 分析人士说 中方在此样板场合 利用国共合作 反独促同等基调 来企图对台统战 但问题是 中共的宣传话术 只能讲一半 不敢明说 当年黄埔师生 也曾是搅供主力的事实 因此 不仅宣传起来 气氛尴尬 效果也逐年递减 中共中央 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100周年 继黄埔军校同学会 成立40周年座谈会 星期一 6月17日 在北京召开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出席并呼吁海内外 黄埔同学及其亲属 要坚定不移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让两岸同胞 在交流 交往 交融中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中共中央纪念黄埔建校百年 强调反独促统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也致贺信 赞扬黄埔军校 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也是中国第一所 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 该校同学会 则是中共领导下 联系海内外 黄埔同学的爱国群众团体 他还呼吁所有黄埔人 要牢记政治使命 发挥特色优势 坚定反独促统 据央视当日新闻联播报道 座谈会中 有台湾黄埔同学 代表与会并发言 也有海峡两岸 和海外同学的亲属出席 随报道未载明 台湾代表的身份与人数 中共中央除高规格纪念外 在广州的黄埔军校 就职纪念馆 也于上星7日 6月16日改造后 重新开馆 此外 北京 广州等地 连日来也先后 已举办学术研讨会 播映电视纪录片 和黄埔军校主题电影 及发行邮票等方式 纪念黄埔建校百年 台湾陆军官校百年校庆 赖清德高举黄埔精神 同一天 在南台湾高雄的 台湾陆军军官学校 高调举行百年校庆 台湾总统赖清德 全程出席 并致辞强调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哪里 对于部分台湾退役军官 不顾劝阻 坚持 前往中国出席纪念活动 赖清德也语出批评称 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澎金马百姓 安全福祉而战的 才是真路官 没有这份雄心壮志 就是假黄埔 黄埔军校始自1924年 是由当年的 中国国民党总裁孙中山 在广州黄埔区开办的 陆军军官学校 后因战乱几经千校 直到1950年 国府退守台湾后 在高雄凤山副校迄今 中共借黄埔精神强调 两岸一加亲 自80年代起 中共基于统战 开办黄埔同学会以来 两岸的黄埔正统之争 已历时数十年 今年则因见校百年 又适逢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 和两岸情势紧绷而升级 在台北的台湾大学 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说 当年国民党在 联俄融共的历史背景下 草创期的黄埔军校 却有共产党员加入 如中国前总理周恩来 就曾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 前几期学生中也有不少人 日后成为解放军名将 但他说 中共对黄埔的宣传 仅止于1926年前的 国共合作北伐历史 却对双方决裂后 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主席蒋介石 五次剿共 乃至后来的国共内战期间 黄埔师生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绝口不提 目的就是要扭曲历史 作为统战工具 陈世民告诉美国之音 很明显的 他 中共就是要操作两岸 都是中国军的概念 成功的话 就可以诉求台湾靠向中国 远离美日同盟 尤其是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 共同去 对日 抗战 他说 中共不仅意图借黄埔论述 分化台湾与美日有盟 还广邀台湾退役将领附中 让他们深陷在泄露军事机密的风险中 尤其他们若公然于 中共中央的纪念场合听讯 更形同叛国 不过 中共今年4月 号称要邀请100团 共3000位台湾退役将领 到广州参加类似的纪念活动 但据台湾退辅会主委严德发表示 精劝说后 最后仅不足百人坚持前往 对此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柏阳表示 中共操弄黄埔孝庆的手法 与举办两岸妈祖宗教交流等活动雷同 都是借由历史文化强调 两岸一家亲 但黄埔孝庆的论述另衍生出 台湾军事训练源于中国的说法 则是意图混淆台湾军人的敌尾意识 不过台湾政府早有警觉 一方面完备国安相关法令 下阻更多将领附中 另一方面 也扩大办理台湾陆军官校的百年校庆 提高校友们的归属感 并削弱对岸的统战效果 据沈柏阳分析 这两年台籍退役将领 附中出席黄埔活动 不能再接受招待 得自费新台币一万多元 或也是参与率骤降的原因之一 沈柏阳说 为什么今年中方邀请台湾退降 会做得比较差 第一个是台湾通过的反渗透法 造成很多人会害怕 怀疑我可以过去吗 另外比较一下之前的团 这一次台湾过去的人 要付的费用也比以前高 很多人会说那我干嘛去 刘瑞绍中方高调纪念黄埔 凸显对台无计可施 在香港的时政评论员刘瑞绍认为 中共大举纪念黄埔百年 反而凸显出其对台统战工作 积已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刘瑞绍说 在台湾 中共只剩国民党 可以进行政治对话 其他政党多跟中共不同调 经济上 中方先前祭出的让利诱因 近年已取消殆尽 再加上台湾主流民意倾向 不统不独 维持现状 更让中共难有进一步操弄的借口 刘瑞绍告诉美国之音 为什么这样高调 伴黄埔军校百年的纪念 就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适当 可以介入台湾事务的角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 黄埔校庆把他拉上来 但是实际效果是没有太多的 在台北的文史工作者许建宏 曾亲访多名黄埔校友 他认为 中共要跟台湾争夺 黄埔正统的底绩不足 因为在国共合作阶段的 黄埔前六期 与八千名毕业生中 共产党员也仅有三百多人 他说 中共自1949年建政至今 其解放军体系从未开办过 陆军军官学校 当然无从谈论继承正统 且随着中国老一辈黄埔校友的 逐渐凋零 中共现已找不出 关于黄埔的新论述话题 纪念黄埔 却必谈国军贡献 中共宣传尴尬 许建宏说 更尴尬的是 一论及民国时期的建军史 就回避不了国军 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这一项是中共的禁忌话题 任何想说出这段历史的人 往往动辄得救 如中国历史战争题材电影 援军明日到达 是自六亿人民币拍摄 原定六月上映 即描写黄埔三期 毕业的国军名将方先爵 以寡敌众 保卫衡阳的故事 结果该片林上映前 惨遭封杀 许建宏告诉美国之音 主要原因是 方先爵是非常黄埔系的部队 非常忠于讲 届时校长 方先爵在内战时 据说也曾经毁过新四军的公墓 等于是跟共产党有血仇的一个将领 许建宏说 台湾陆军官校营区 6月16日开放 涌入几万名参观群众同欢 但对比中国行李如意的官式校庆场面 真的黄埔精神继承人 立判高下 只要台湾政府不轻易割舍话语权 中共将很难再招揽到台湾退 降跨海响应其统战戏码 不过 一位不愿具名的台湾黄埔校友子弟 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的父辈一声戎马 晚年却得不到台湾社会的认同 唯有回到对岸 反备受礼遇 因此难以抗拒中共的统战手法 但随着台湾年轻人 对黄埔历史早已无感 中共的统战手法也逐渐失效 在台北的中华战略 纪兵棋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 曾任台湾陆军上校 也曾在陆军官校接受过入伍训练 他认为 黄埔正统仍在台湾 中共任何争夺正统的做法 都缺乏正当性 李华球透露 他曾接到过中共的邀请 但当时中共基建扰台不断升级 还以国安名义 动辄盘查前往中国交流的台湾学者 种种举措 与其统战目的相互矛盾 因此直到现在 他都不曾硬邀出席 李华球告诉美国之音 我认为 中共借这个活动 除了统战外 也等于号召台湾的退役军人到大陆 去参加军事活动 当然有点收编 台湾军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去参加这个活动 中国出口电动车 遭遇多方抵制 巴菲特大量减持比亚迪股票 引全球关注 美国之音中文网 被誉为国际投资大师的沃伦 巴菲特掌管的伯克希尔 哈萨维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近日大量减持了 中国汽车公司比亚迪的股票 这是巴菲特在过去10个月里 第一次大幅减持 也是自2022年8月以来 对该公司进行的第14次减持 据港交所信息 此次出售比亚迪股票 是在6月11日执行的 出售的股票数量为135万股 这样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持有的比亚迪股票份额 就从之前的7.02%减少至6.9% 这次出售比亚迪股票的平均价 为每股230港元 套现总金额为3.1亿港元 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是在2008年 购入比亚迪股票的 均价为每股8港元 约一个美元多一点 总共股数为2.25亿股 比亚迪的股票 在2022年6月创出最高点 达到每股331.4港币 比其发行价增长了约41倍 从那之后 巴菲特就开始减持比亚迪的股票 从2022年8月开始到目前为止 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 已经抛售了大约1.5亿股 比亚迪股票 从2008年至2022年的14年间 这家美国公司投资比亚迪的回报率 接近38倍 截止到周二为止 该公司还拥有 7570万股比亚迪股票 价值为176亿港币 约23亿美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周二 6月18日 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这次巴菲特大幅减持比亚迪股票 是在中国廉价电动汽车 大量出口在全球多地 引起强烈反弹的时候发生的 美国 欧盟 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 最近陆续对包括电动汽车 在内的中国汽车出口 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 不到一个月前 华盛顿把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 提高了4倍 达到100% 一周前欧盟决定将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最高达38.1%的关税 对比亚迪的关税 从原来的10%提高至27.4% 与中国关系一向良好的土耳其 在6月8日突然宣布 对包括电动车在内的中国所有汽车 加征40%的关税 每辆车的额外关税 最低为7000美元 中国凭借举国体制 对所谓重点发展行业新能源汽车 采取了大力扶植的产业政策 各级政府给这个行业的主要企业提供了巨额补贴 和各种其他的支持 有效地刺激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2023年 中国汽车的产量和出口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 全年销量首次突破3000万辆 据中国官方数据 2023年 中国汽车出口491万辆 同比增长58% 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其中 新能源汽车出口120万辆 同比增长77.6% 比亚迪今年6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公司在5月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为33.18万辆 同比增长近四成 逼近去年12月的历史 最高销量34万辆 今年前5个月 比亚迪累计销量突破百万辆 达到127.13万辆 同比增长26.80% 欧洲是中国汽车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之一 让欧洲国家对中国感到不安的 不仅是廉价的电动汽车 还有中国对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控制 其中包括电池 零部件和整车 一旦中国产品控制了欧洲市场 无疑将会对欧洲相关企业构成严重冲击 中国解放军094核潜艇 现宗台海 分析闪避每日侦搜 美国之音中文网 星期二 6月18日 清晨 一艘解放军094型战略和潜艇 罕见被台湾渔民拍摄到 在台湾海峡水面浮航 引发台湾各界热议 对此 部分军事专家分析 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正在菲律宾海 举行联合演习 该潜艇孔为了避免声闻遭争货 才会取到台湾海峡航行 据台媒自由时报 星期二 6月18日 报道 当日清晨午时时 一名澎湖渔民 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作业时 目击并拍摄到这艘硕大的解放军潜艇 浮出水面 并在随后赶到的解放军水面舰艇 伴随下离去 目击渔民记录显示 该潜艇浮航位置 在北纬24度0分 东京118度22分 约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 水深45米的海域 台湾国防部证实掌握中国潜艇行踪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 当天上午在立法院也证实此事 并表示 台湾军方利用相关情间真手段 已有所掌握 但基于安全因素 他拒绝进一步透露其他细节 对此浮航的解放军潜艇 在台北的前 台湾海军新疆舰舰舰长吕李施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从渔民拍摄的照片判断 该潜艇翻照后方有巨大的规备结构 因为解放军094型弹道导弹和潜艇 他说 若澎湖渔民所标示的坐标正确 该潜艇当时位于海峡中线西侧24.7里处 距离中国领海基线约11.98里 也就是在中国的12里领海内 吕李施分析 一解放军的作业惯例 该潜艇可能从海南三亚亚龙湾的潜艇基地出发 要航向青岛海军基地 与北部战区的海军展开联合操演 也可能是要返回渤海造船厂 进行定期保养或是入雾级的维修 吕李施 中国潜艇扶航台海是为避免升温外泄 至于该潜艇为何取到狭窄的台湾海峡 而非台湾东部海域 吕李施认为 公开信息显示美军两年一度的 勇敢之盾 Diant Shield 军演正在南中国海及菲律宾海举行 若该潜艇行经周边海域 势必遭美日庞大的海 空极潜艇联合追猎和侦搜 吕李施说 如果他走台湾东部海面 有可能就会遇到美日基舰会被外军侦获 他的声文资料就会被册录 成为未来美国日本及其他盟军 对于这艘潜舰做分析的一个有利工具 声文指的是潜艇推进器 与水中航行时发出的噪音 由于每艘潜艇发出的声响独特 一旦遭外军声纳侦获并测路 形同人类留下可攻变时的指纹 因此潜艇声文始终是各国海军的机密 吕李施说 这也解释为何该潜艇选择 辅航于台湾海峡 因为台海水浅 不利于潜艇隐秘行踪 若踩海面航行 凡可利用水面噪音 掩护推进器的声文 避免遭到台湾海军的测路 吕李施说 台湾海峡的水非常浅 这一种11000吨的飞弹和潜舰 最多只能在潜望境深度航行 非常容易被我们 台湾的巡防舰或驱逐舰给侦获 胡一山潜艇高调亮相对台施压 恐成新常态 但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胡一山认为 中共军机军舰扰台不断 尤其在台湾周边水域战岗 已成常态下 该艘和潜艇毫不避讳地在台海亮相 可能是对台军事示威的新模式 胡一山告诉美国之音 这将会是一种新常态 以后不管是军机舰艇 应该也会陆陆续续 做出一些新的常态出来 从他中共的角度来看 至少要警告台湾 不能够走上台独之路 那么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也就只好不停地去应对 胡一山说 中共一在军事恫吓 就是要抹去海峡中线的概念 并将台海内海化 但西方世界不会坐视这样的发展 未来可预期的是 更多西方国家的舰艇 恐刻意进入台湾海峡航行 但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 资深研究员张静 对各界过渡的政治解读池 不同的看法 他表示 中共若要向台湾传递政治信号 会配合中国国台办 外交部 或国防部发言人的政治喊话 明确告知锁定的对象和目的 不会单纯让核潜艇高调辅航 而任凭舆论打雅米揣测 张静 潜艇因事故上浮可能性低 对于部分军事迷揣测 中国核潜艇孔故障才会服航 张静也认为可能性不高 他分析 解放军的潜艇救援规模 共分三级 就算事态最不严重的三级援前 现场也会派潜戈式机舰应对 因此 以该核潜艇在台海平静航行的 兵力动态来研判 根本不服任何故障救援 更遑论发生在海底 较为严重的一 二级援前 还会加派深水打捞等救援器械 张静告诉美国之音 三级援前 基本上一定会有空中的借户兵力 水面舰的平位兵力 假如人员有伤亡 必须要派出相关的救援快艇 另外也可能有悬疑机 从空中调人 把伤患调到救护直升机 这些都是最基本款 因此 张静研判 该核潜艇正在进行 穿越潜水海域考核 科目的可能性最高 他说 这是解放军潜艇部队 尤其是导弹和潜艇的经常性 考核科目之一 训练重点 就是要隐秘地穿越潜水海域 前往位于深水海域的战备 直搬发射阵地 他指出 解放军潜艇部队这类的训练区域 分别位于渤海 黄海 广东外海 及台湾海峡南部等海域 两大训练科目 包括窄水道和潜水道航行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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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